轉看澳門啟動新型肺炎疫苗接種計劃 行政長官何一誠率領官員 其後是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 澳門接種的是內地國藥疫苗 首批10萬劑在上星期交付澳門 澳門安排分階段全民接種 每人接種兩劑 今天展開首階段 醫護人員可以預約接種 其後是其他優先的群組 包括口岸前線人員、警察消防等 以及需要緊急去中高風險地區的人 澳門政府選出一間保險公司 為接種任何疫苗人士投保 如果出現不良反應或副作用 引致新故或完全及永久生殘 每人最高保額是100萬元 70歲以上人士的保額減半 在接種疫苗後90日內可以保障